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召说 侍妇说 继位说 一段历史几多遗云 胡说一提令人难且安分 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敌 游三无不可缺阳州 野阳州不可无红桥 红桥这地面湖临河 西林长堤春柳 东营河浦熏风 红桥阁曙光楼 来熏堂海云堪 诸多圣地横跟其间 粉墙碧瓦 眼映如树 天风云影 山色灰光 只需一叶扁周 便便懒无鱼 原是围阳北郊 第一加力之力 这自然风光 粉带不失 那天生其名 就勾得离乡游子 骚人千刻 到此一扫胸中 极够快累 流连忘返 若论起风土 那就又是一回事 桥北有个庙 名字起的也怪 叫红桥陵土地庙 每年征二月 四神庙会 俗名叫 增福财神会 每到会期 早早的 就有城里商家赶来 错三落五 大起棋棚 围着这座土神子 连绵起事 一二里地间 耍百气打蟒似的 侧字打挂的 锣鼓 马上撞 小曲 瘫皇 对白 道情 平化 打十分鼓的 玄消连天 湖下游船如梭 岸上 相克四里 夹着高一声 低一声 唱歌似的 卖小吃的 腰魂 无丰盛的炒豆腐 谁要 唐熙老佛爷 尽口尽肠 半寺 尽尘大 走炸鸡 天家走炸鸡 香酥脆嫩 石胖子 李丝炒肉 不吃 算你没来养 王九公家 半寻荒 天下一绝 猪头肉 猪头肉 江一郎 石样猪头肉 如此种种 敢把庙会 厂子讲的 开锅西州般的热门 这是康熙 四十六年的春天 二月二刚过 扬州地气温暖 红桥两岸 已是春花 岔子烟红 芳草心绿如荫 一个驾着双拐的残疾人 出了桥南的裴新客栈 慢慢躲着 拖拖地随着 熙熙攘攘的人流 上了红桥 他叫乌思道 乌西有名的才子 俯视乡视 连战连结 种秀才去 人都是头名 康熙三十六年 他应视南京春围 三场下来 石文策论 师父 均做的花团锦簇一般 出场 刺寸即便不在 五魁之地 稳稳当当也在 前十名里头 不六皇榜一张 乌思道三个字 居然舔裂副榜之墓 乌思道大怒之下 仔细打听 才知道 主考左玉星 副主考赵泰宁 都是捞钱的手 除了朝中 当道大佬 关照请托之外 一概论孝敬取势 名次高下 暗智论诈 同走无期 乌思道凭着本事 拉硬弓 不肯撞墓中钻营 自然名落孙山 乌思道原本 兴高气傲 气急了 纠集四百余名 落榜的举人 抬着财神 拥入南京贡院 便城撒了接铁 指控左赵二人 贪汇收受 坏国家轮财大脸 骂的狗血喷头 把个南京科长 搅在四脚朝天 他大闹一场 扬长而去 苦的江南巡抚 因拿不到他这个正范 被连降了两极 左赵二人 割职罢官 永不去用 官司 直打到紫禁城 当今天子 康熙遇见 明珠 索额图 两大权相 都差点失挂落 因此 朝廷 延令各省 急拿他这个 闹市的正范 如今明珠 早已抄家 寂寞 索额图 谋划逼 康熙遜 魏太子 事发被囚 往事 风流云散 时过境迁了 折居武夷山 清须道观的 巫思道 因之太后驾崩 打赦天下 这才敢露面 回到久违了的 三巫家乡 但他的两条腿 却在逃亡路上 被几个 捡径的随匪 给打折了 巫思道上了桥头 住了步 怅然回顾 兴局的脸 犯上一丝苦笑 从幽僻山谷 炸回这烟花世界 烦恼人间 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巫思道口中 喃喃说道 白杨绿柳 风雨忧愁 十年一别 这书 都合爆了 呦 这不是 静人先生吗 背后突然有人说道 哎 这些年 您在哪啊 啊 又怎么独割在这里呢 巫思道回头看时 这人三十多岁 白净面皮 团团一个胖脸 留着墨黑两柳 八字思虚 头上一顶 六合一筒帽 接着红龙顶 电轻家跑 外套着件 套扣背心 腰间系着 滚颠 绣花拳带 兢兢干干 一些打扮 半赏 乌思道才想起来 是同乡代家湾的 笑脸 代独 哎呦 项铃 哎呀 原来是你啊 十年前 你和高家 争牛湾那块风水地 打输了官司 落败的叫花子似的 哈哈哈哈 如今出落的这样 酷都不敢认了 带多兮兮一笑 哈哈哈哈 识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 何况十年呢 说起这里头的周折呀 真是一言难尽啊 不怕敬人兄你笑 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 哎来来来来来来 我给乌兄引荐一下 乌思道跟着带多下桥 心里不住犯狐疑 这带多虽然败了家 好歹也是书香门第 有过功名的人啊 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了呢 一边想 一边跟过来 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 打扮也并不出奇 只穿劲恢复仇 银鼠家袍 月白家裤 脚灯一双黑虫泥千层底不斜 虽不奢华 却是干净利落 鲜尘不染 那青年以蓝而立 一条乌黑的发辫直垂腰间 似笑不笑的看着他们过来 刚要说话 贝多以一个签打了下去 四爷 这就是我常念叨的乌思道乌先生 可巧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 这是我们殷四爷 北京城没人不知道 十八家皇上位列弟子 殷真 那青年微微一笑 八字眉下 一床黑沉沉的铜人闪烁着 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 敢问吴先生台府啊 一面说着 目光悠悠的上下打量乌思道 乌思道不经一争 哪有这么拖大的人 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 叫人家称自己月明居士 口中却笑道 我没有号 你高兴叫我静人好了 阴真略以攻身 将手一让 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 屈尊一同走走如何 吴思道 听说他是皇商 原本心里就腻味 但这位阴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 静贤的气质 不带半点商家的庸所 竟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阴真一边走 一边从容说道 先生 我不是须缝颖 当年你的接铁船到北京 真是轻动精华呀 记得里头 对左御星赵太明二人 有诛心的警句 朝廷代其不为博弈 二军设心何其拗也 独不念天听若雷 神目如天 呜呼 五辈进退不苟 死生为命 勿请上方之剑 斩比元凶 投悬国门 以警天下茉莉 势力子环 金口不言 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 或侧之雀下 或杀之碾中 四方闻之 独不孝 士大夫之无人也 这写的何等堪畅林里呀 啊 真个骂死个天下师位 速三之徒 难怪圣上震怒之下 又积极赞赏呢 戴斗也在一旁凑趣 哎呀 南威主子 记得这么清爽 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 左丘鸣 有眼无珠 不便黑黄 确认家兄 赵子龙 一身是胆 但见孔芳 极为乃夫 是吗 音真似乎 变得随和了一些 咯咯一笑 万岁爷当时 拿起来一看就说呀 嗯 此人这笔字 风骨不俗 吾思道浑身一颤 盯了一眼 阴真和怠毒 心中陡起疑云 这接铁对联 当日传遍天下 二人能背并不稀奇 只这二人 一个是皇商 一个是听差 连皇上当时的态度 都了如指掌 未免就太出奇了 联想到戴夺昔日 也是一方名流 竟肯在这位四爷跟前 屈身为奴 毫无羞残之意 他隐隐地猜到 这位急修边幅的音真 绝非等闲之人 但对方既不肯说破 吾思道也难问端理 便淡淡一笑 难为人兄如此厚爱 竟记得这么清楚 我真有他乡欲固之之感 不过 这十年折居山中 读了点书 从前那点子专用来 作曲功名的敲门砖文章 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啊 八股文章 误尽天下英雄啊 说吧 无声叹息了一下 带夺阴见乌思道感慨 岔开话题 四爷 今早您不是说 要到人世上 买两个孩子使唤吗 这个店不错 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 我去办事回来 再伺候您 如何呢 阴真笑道 哈哈 那是什么打紧的事啊 明儿再办 就迟了吗 走 咱们进去坐坐 乌思道抬头看时 果见前头 一座九寺 歇山顶 一边压水 一边靠着驿站 看样子 心躁不久 丢萌插天 飞檐突兀 杀实壮观 尼金黑脸上 端正的写着 天光狐影 四个大字 带多不离 带多不禁问道 哎呦 好字啊 嗯 字是不坏 乌思道仔细看了看 笑着对阴真的 但鄙夷太过妩媚 风中无骨 算不得上乘之作 阴真也点头 嗯 先生说的是啊 这字神韵不足 一边说 二人随着带多进来 阴真见楼下热闹 嘈杂的不堪 不禁皱了皱眉头 哎呀 这太乱了 我们上楼去 跑堂的一声 裴笑道 哎呦 三位爷 请包含着点 新来的太尊车名车老爷 今儿在楼上艳客 楼上不方便 爷们要先底下闹 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 面糊临床 一样能赏景日啊 话没说完 带多便笑道 你别放屁 这楼 我来了不止一回了 上头三四间雅座的 各吃各的酒 谁能爱得着谁呀 说着 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 伙计接过来看时 是一块真元气 足有五两种 底儿白细身 边上起霜 正正经经 九八色文银呢 顿时满脸站上笑来 大公道 哎呀 哎呀 爷子 店里 加价坏了 恐怕找不出来呀 多的都赏你了 多的都赏你了 带多说道 你在楼上 给我们安排一下 伙计笑得两眼 眯成了一条缝 身子一瞎 谢爷的赏 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 雅座为诈 原说一姓唐 唯老爷定下的 爷记一定要去 小的斗胆就做主了 只不要大声喧哗 新来的太尊爷 性子不好 别找了他老人家的雅座 就是各位爷 腾脸小人了 三人跟着唐官上楼来 果见屏风相隔 西边还空着尖雅座 点了菜 又要了美骨鱼 古董汤 雌鱼糊涂 螃蟹面四样煮餐 阴真剑带多 视力在旁不敢入座 一边向乌司道 举商劝酒 一边笑道 哎呀 钱能通神呢 一点不假 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 同其举酒 实在缘分不浅 你们又是顾酒 带多 也不必立规矩 没有行计 酒才吃得痛快呀 说吧 二人举杯同饮 带多 方拿捏着 做了下手 此刻正是四排十分 楼外燕阳高照 湖泽荡漾 柳浮春风 画坊 沙飞 乌棚 水上飘 各色游船 前尾相接 桥上桥下 信与善男 扶老邪幼 船拥往来 三人高座九楼 赏景谈天 不一时便酒憨而热 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逢迎着那个车太守 下车扬州 宋平 附军 正通人和 又一击扬州的七七剪指 玉雕泥塑 谁家做的巧 值多少银子 正觉俗不可耐 一阵皮疙瘩穿壁而来 接着一个女子 娇音细细 慢声唱道 阳州好 一依是红桥 阳柳绿旗 三尺雨 樱桃红破 一声宵 处处 筑兰绕 醉浮湖中画周 灯影看蚕皆是月 晚风吹上 笋而烧 幽眼腰棚 游记馆 拼头结伴 上胡传 阴真不无感慨的探讨 如今世道真正可叹 太后薰事才半年多 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 乌思道几杯酒下肚 苍白的脸泛上血色 见阴真怅然若有所失 所以笑道 这就是亲戚或鱼杯 他人一哥 无论天家骨肉 市井小民 盖莫能外 先生何必赏感 譬如你我 还有隔壁的车名 坐红楼 对翠秀 赏美景 听右哥 可知那边办理之友 就是人事 山羊宝英一带 难民在人事 提及豪寒 以一类洗面 卖身求一温 饱而不可得 心不一 情自然也就不一 郑寒冰 唯有耿耿 队踊踊踊 踊跃 犹如难问 泪 点红 银霸鼓掌大笑 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 银真已是吃了 乌思道移的不错 他不是常人 更不是什么黄商 人是当今天子膝下 黄四阿哥 爱心觉罗 印真 已经封了贝勒 地地道道 一个龙子奉孙 因生性冷窍严峻 京师人称 冷面王的就是 这次却是 领差安徽 都办合宫 因高家宴 宝英一带绝合 特来扬州调运粮食 阵迹灾民 他早闻乌思道财民 这次邂逅相逢 见他已是残废 原是心里失望 此刻见乌思道 久后行还放了 飘逸潇洒 英风四流的神态 不禁大起怜爱敬无之心 又想到 他不和仗义直言 开罪朝廷 为天下不容 且终身无望 再入仕途 转觉身上 印针正想着寻话安慰 屏风一动 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 却不言语 横着眉 吓死眼 盯了三个人 一阵子方问道 方才是哪位先生唱歌 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会 请借一步说话 我们老爷有请 印针仰靠在椅上 一只手扶着酒杯 只微拎了一眼带夺 带夺忙站起身来 正要说话 乌思道已架了拐 起来了 是不采 车鸣与我同榜笑脸 又曾为同社文友 怎么 我不能叫他的会吗 他带了酒 神情显得冷峻傲安 长随被他的神器 设得有点气馁 听说是自己家族的童年 又见印针翘足而坐 怠毒 从容势力 更不知是什么来的 倒有点不知所措 正在发生 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 哎呀 把这当中屏风撤掉 我见识见识 是哪位人凶啊 接着便听一群人 扎打答应一声 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 挪转到一边 轻刻之间 哑坐打通 合成了一个大奸 请不吝点赞尬